香港的最高點是大無差 海拔 957 米 而香港結構性建築住宅的最高點 就是今期豪宅節的主角 九龍站的天細 海拔是 270 米 中文可以追溯道西京雜記 寓意就是天子嬌子 英文吹在於庫里蘭鑽石 是世界上已知被發現最大粒的鑽石 總共 3,106 克賴 對比下不論是中文或英文 天細這兩個字 莫名之義代表稀有雪櫃等於珍貴 發展商是新夢境 整個項目由國際建築市場所KBF的貨幅 位置就鑽於香港九龍站的窗蓋 由兩座270米高的摩天大廈組成 每座樓層就68層 最高的標高層就是93樓 因為當中有些數字不能離合 所以抽中了 天細一全座都是住宅 天細二就由住宅 服務式酒店廣景會和國際酒店 WH Hotel 組成 整個住宅項目就在2019年12月入國 提供825個單位 車廂就由435呎到3174呎 過半數的單位可以看到維港 或者是南巴勒海峽 至於車位不夠用 天細的發展商仍然保留了少量車位 但就要買到4房海警單位才可以研究 而且要580萬一個 等於一個小單位的樓價 不過就算有錢都未必買到 整個屋苑只有47個 平均每17戶分一個 五個九龍站的屋苑裡面 天細的車位就最短缺了 工業比較充裕的有樣日居同情天半島 同樣提供超過1000個 這兩個屋苑的車位 月租大約3000到4000元 比天細大約7000元便宜了一半 在地點上天細絕對稱得上豪宅 作為港鐵九龍站 Uni Square 的第六期 珍貴的住宅項目 它腳踏香港西九龍的核心CBD 有請鐵路商場海濱 公園一個總配套 最重要是輪廣甲級商業環球貿易廣場 老闆及CEO 的出沒私地 選擇住在天細 是為了辦事方便 離家又近 實現踢拖監工 和買菜回家的無縫生活體驗 而在2018年9月23日 加一年西九高鐵站 成績東廳 可以與中國城製鐵路網絡無縫接軌 大約15分鐘到深圳 48分鐘左右到廣州 方便老闆出差 因此由2009年落成到現在 發展商一直都很接受 到現在依然有貨尾 而每賣一件貨尾 都近乎破紀錄 而最注目的是一座頂層 91樓至93樓 這三層複色的單位 面積大約372平方米 六房間隔 有私人的天窄永遲 空中花園 預計是全個月最貴的單位 為何要預計 因為這個單位都是未賣 今天就是這樣 喜歡的 記得點讚訂閱分享 你們的地產朋友 到我們下期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好 全て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